嗨,大家好,我是熊座主编悠悠 接下来为大家报报 2021年3月15日的十二星座运势 本人重要星象 月白羊,六合土星 自我约束,直来直往的一天 重点影响熊座有 白羊座,巨蟹座,水瓶座,狮子座,天秤座,射手座 接下来了解一下十二星座的具体运势 请同时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白羊座,五颗星 白羊宝宝今天的偏财运不错 走在路上可能会减钱哦 有兼职的白羊宝宝也许会在今天收到工资 晚上避免因为沉迷手机而熬夜 否则很可能耽误早起 金牛座,四颗星 单身的金牛宝宝今天突然 开始羡慕起身边三三两两的情侣 你也想有个人带给你温暖和关怀 但是一位宅在叔叔圈里可不行 多出去参加聚会吧 双子座,四颗星 恋爱的双子宝宝今天比较直来直往 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惹到另一半哦 建议制造一些小惊喜给对方 把你的爱意表达的更热烈一些吧 巨蟹座三颗星 巨蟹宝宝今天可能会因为急迫想要达成某个目标 而犯一些错误 不如先放缓脚步 找手处理好眼下的任务 圆满收尾以后 再为新的工作制定计划 狮子座三颗星 狮子宝宝今天一加强自我约束 着重处理一下之前堆积的工作 避免拖延时间太长 造成文件不及或其他状况 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 也可以向老同事请教 处女座五颗星 处女宝宝今天可能会收到别人赠送的一份礼物 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 但是理清情欲重 一定要把这份情意牢牢记在心中哦 继续加强彼此的联络 天秤座三颗星 天秤宝宝今天在荆棘方面会遭遇一些危机 可以向亲密的好友求助 也可以和家人倾诉 因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们总会坚定的站在你的身后 天蝎座四颗星 天蝎宝宝今天可能会有一笔小财进账 可能是朋友给你发的红包 可能是家人给予你的经济援助 对于经济方面陷入窘境的天蝎座来说 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射手座四颗星 射手宝宝今天在人际交往方面 需要花费一些心思去经营 如果过于单纯的直来直往 可能会造成反效果 在社交当中 要懂得如何与不同的人打好交道 摩羯座四颗星 摩羯宝宝今天在面对工作方面的问题时 会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与其一个人苦苦支撑 不如寻求团队合作 或是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 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水瓶座四颗星 水瓶宝宝今天在工作当中 可能会出现经历不济的情况 甚至止不住的想要打瞌睡 可以暂时用咖啡提神 今天晚上尽量早点上床休息 不要再熬夜到凌晨了 双鱼座五颗星 双鱼宝宝今天在工作中意外的顺利 也许是你提出的某个点子 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也许是困扰许久的问题 有了突破性进展 这都让你十分兴奋 成就感油然而生 点赞转发 人生开挂